Hello大家好,我是Ten,欢迎来到开箱时间 也欢迎我们的杨同学 Hello 那今天是强行被我拉下来拍视频的 昨天滑雪的受伤了,导致我状态不太好 对,所以大家帮我得投两个臂 今天我们要开很多特别有意思的鞋 有些鞋我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有些鞋我相信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得到的 虽然我每次开箱之间都会说这个话 但是今天真的是你觉得想不到的 首先第一双鞋是一个奥莱河 这是双Answer 4 这个白灰的配色实际上当年应该是一个低帮的形式发售过 但是艾夫森本身穿的是一个中帮的版本的 就是这个版本的 皮子挺软的 对,皮子挺软的 然后这个配色也是当年艾夫森应该是常规赛的时候 打猛龙队的时候穿了这双鞋 然后拿了54分 大家可以打一个分你们觉得这个配色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如果打折买的话真的挺好看的 这种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情怀鞋 我就特好奇对于你来说 这种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人 你会觉得这双鞋好看吗 还是你会觉得其实现在穿这个鞋感觉有点奇怪 过时吗 对 我觉得也不是过时 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穿篮球鞋 主要是因为它太厚重了 感觉比较笨重 对,而且应该挺无脚的吧 反正我之前穿那个 你给我买的那个艾夫森 我不是有一双 就是感觉太厚了 对 蓝球鞋质 特别重 然后走路有点不舒服 艾夫森就是穿着这个鞋打球 对 他就是穿着这个鞋 泵得那么高 跑得那么快 对 看来是人的问题 跟鞋应该没什么关系 是啊 接下来这双鞋 通过这双应该大家猜都是什么了 就是一双勒布朗二代的福克 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 因为它原价太贵了 我们这边 所以说我就一直是不想买 最后终于等到了这个黑五打折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七五折买的最后 这个盒子是比较回国元年的 这个跟元年几乎就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新的这个鞋标以外 打开之后 我买的这个配色就是马卡比的配色 一个白金的配色 其实拿在手里面我的第一感觉 就还没有拿这个元年做对比的时候 我就能感觉到就是很明显臃肿了很多 这两个鞋码是一样的 元年的复刻的 你又感觉到元年明显感觉更细一点点 或者说更加紧凑一点 所有的这个材料都相对更加粗糙一点 能做过的这个鞋 我已经很接受了 而且没有减配 这个鞋是前掌的一个双气势的大zoom 特别大 后跟一个特别大的zoom 那应该很软 挺爽的 没有那么软 很弹 因为它全部是cage住了 它外面是包了这一层 这个其实是元年的话是peback才制的 就大家看外面这个壳子 复刻不知道是不是 元年是peback才制 给你摸一个这个 让你感受一下 摸这个黑色的鞋舌的部分 这个差的有点多 是不是差的很多 对 这个是很软的 巨软 元年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巨软 这个皮质还有填充都是感觉差挺多的 对 它其实用的也是扔造皮革 但是就是那种超级软的扔造皮革 所以算了不再继续吐槽了 其实这次复刻做的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类型 你要不对比 其实刚才我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细致的 这东西就是不能细砍 细砍就不行了 不能对比 对 乐瓣2的话 大家都知道它是有一个魔术贴 这个魔术贴是给把它摘下去的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狮子 然后侧面这边一个LJ23的老logo 因为乐瓣当时去热火队的时候 不是变成6号了吗 所以RJ23这个logo就不再用了 对 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 评测的话 或者对比的话 我也可以做 看你们的意愿 两个V 接下来这双鞋 其实要跟另外一双鞋一起开 就是这双鞋 两双索康尼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跟NCLOSING联名做的一个杀豆6000 其实之前的时候 NCLOSING就跟他们 跟索康尼做过一个汉堡的鞋 你知道吧 我有那双鞋 你不知道 无所谓 没关系 这双鞋就是一个延续 汉堡炸鸡 下一个主题就是这个 开之后 其实我已经默默地穿了一次了 因为我太想穿了 你觉得这双鞋上面 你最喜欢的元素是什么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其实这个毛茸茸的感觉 就是为了还原那种炸鸡 外面的酥皮的感觉 哦 这个鞋带是毛茸茸的 对 这个鞋带是毛茸茸的 而且随其还服从另外两个扁头的鞋带 也是毛茸茸的 它侧面这个索康尼是个大鸡腿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骨头 然后我感觉它就是不同颜色 就代表了可能不同口味 辣的不辣的 或者是那种 对吧 我猜的 这是我猜的 可是这个鞋是可以在店里买到的吗 还是 现在其实AND官网好像还有尺码呢 大家如果一想到炸鸡联名的鞋 其实你会觉得很恶心 或者说之前有一双肯德基的跟Crux的联名 你见过吗 它上面放了一个鸡腿那种 被我评为当年最丑的几双鞋之一 就是那个鞋是让我想到 比如炸鸡联名第一双能够想到的鞋 但是能够把一双炸鸡联名鞋做的这么好看 让你觉得我还挺想要的 我还挺想穿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这双鞋 是我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收获 因为我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双索康尼 我个人觉得神鞋 神联名的一双鞋 然后我还跟eBay的卖家 就是卖这双鞋的人聊了一会儿 因为它卖了好多索康尼的好东西 是市面上基本上看不太到的东西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 然后他说他要执病 他需要钱 我也不确定他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话 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大哥能够早日康复 这双鞋就是跟Feature的一双 Courageous的联名 这个培根煎蛋配色 其实当时出了早餐package 另外一双是Waffle Waffle长什么样我挺好奇的 你看Waffle长这样 这个挺可爱的也 对 其实在十五大乱动视频里面 我都有聊过这些鞋 但是只不过这双鞋 我觉得比那双还要好看 这个很好看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好看 是不是特别绝配色做的 大家来打个分吧 这双鞋怎么样帅吗 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看的 他里面的鞋冲子也是他 他自己的 这是他自己的 配套的 对 你这个人很爱护他的鞋 其实 是这个卖家给的 这双鞋他应该穿过 但是应该只穿过一次到两次吧 非常非常新 然后这个联名其实规格是很高的 前面让大家看到 他每一个panel的分色做的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而且他没有浪费任何一个地方 皮也不太一样皮质 对每一个地方的分色用的皮质也不一样 正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联名 就是选的跟实物的这些联名 都做了 我觉得做得很好 是 但是跟实物联名就有一种让人觉得 那能联出个什么玩意儿来 然后结果一拿到实物就感觉非常不错 对 这就是所扛心的牛逼的地方 接下来这双鞋 是我收到的一双 应该是国内的一个朋友做的一个品牌 叫做Halabaloo Studios 给大家看一眼 因为这个售价1388 是让我所没有想到的 这个价钱有点贵 然后这个鞋 就是长这个样子 感觉是一个日常经常可以穿的那种 对 这个鞋感觉是Vansley Pong的一个改版的感觉 就是这种一脚灯是最经常穿的 对 这个鞋 其实看着来说它的材料应该还是蛮好的 用的是最近很流行的这种烈的皮 哦 乔伊那个Lawson Fong芝加哥上面用的就是这种吗 哦对 不过这个皮的质感肯定要比那个要好很多 摸起来的话很软 嗯 我天呐 这也太厚了吧 这简直太增高了 这个底很高吗 你摸呀 的确是哈 好奇一下它的这个鞋垫 哦果然这鞋垫厚 然后材质的话是挺好的 这个就是全皮 外观的话其实感觉还不错 其实还蛮有那什么感觉 这个叫cozy是不是 我之前单独做过一期视频 就是戴在Garlick他们刚开始给我寄他们第一双鞋 这个淘太狼的一个配色 我给你看过这双鞋 我觉得这个盒子很有印象 对一卵双生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品牌 嗯 然后这一次的话 他们做了一个超级有意思的联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影 叫Chich and Chong 你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我相信放一个音乐 你们肯定都听过这个音乐 你肯定听过吧 嗯 感觉好像听过 这个是那个年代的电影 对啊 哦 这段感觉是有印象的 Chich and Chong 其实就是一个人叫Chich 一个叫Chong 嗯 他们现实中就是这个名字啊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起拍了很多电影 他们两个是一个喜剧组合 嗯 然后拍的是喜剧电影 然后他们一起做什么脱口秀啊 什么都有 嗯 然后他的电影的内容 主要就是以嬉皮试着的时期为主的一些内容 所以就不太方便跟大家讲了啊 就是 哈哈 大家明白就明白了啊 这个就是啊 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看一看 很经典 然后他们拍的不止一部了 然后这双鞋呢 就是以这个电影为灵感 然后官方授权的跟Chich and Chong 他们这个组合 他们现在两位还健在啊 就是已经已经很老了 但是还健在 跟他们做的一个官方的联名 他两支鞋代表的分别就是这两个人 一个是Chich 一个是Chich Chich的话呢 他的这个颜色就是他穿的一身衣服 电影里面他非常经典的 就是他带了一个毛线帽 红色毛线帽 哦 所以说他嘛 哎 对 所以说呢 后跟就有一个他的毛线帽 顺便可以看到他的头像在这 哦 然后呢 Chich的话呢 他就是带了一个 佩斯蒂花丸的这么一个头巾 哦 对 我看到了 哎 这个就是他的风格 这个内衬的颜色就是Chich Chich那辆车 他里面的那一项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这么一个拼色 而且就是这种 这种天鹅绒 他自己改的 哦 他自己加了天鹅绒 就是他改的就是这个颜色 两个颜色 哦 就拼在里面的 然后鞋舌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们官方授权的Chiching Chon 这个鞋车 This is not a quarter pound joint 他们也是单独做了一些视频 把那两个位元老 都请到了那个视频里面 就给他们 就给他们 他们走路都不是很稳了一层 然后就给他们看这双鞋 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蛮不错的 也许有朋友想要买这双鞋 但是已经卖完了 已经没 对 他那天给我发了个转信的时候 他特别开心 就是这一次这个发售的 联名这个配色已经卖光了 它是在网上发售吗 他们是哪的牌子 美国啊 哦 对 然后这个包装里面也是 还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还是有这个这个PIN的 所以这可以插在鞋上 可以放在鞋上 可以放在你的包里 衣服上都可以 而且这个PIN的质感很好 不是那种就是送的东西的那种质感 它这个是磁吸的吗 磁吸的 感觉他们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所以这关系的发售价很贵 多少钱 300多美金吧 好像是 那挺贵的 它价格很高的 价格是高 那都卖完了 至少这个联名是卖完了 最后的最后 其实还有一双鞋 就是这双New Balance 那这个鞋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多么想买这个鞋 就是KISS 有一天突然间给我发了个邮件 然后我特兴奋 因为我看是这个套装里面的鞋 我以为是能让我买那种993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让我买这个2002R 然后我就 不让你买那个 不让我买那个 因为那个很明显人家不愁卖吧 一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好卖 但是也卖完了吗 现在是卖完了已经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2002R 我也说不上为什么 因为这个鞋火的一塌糊涂 去年前年基本上就爆火的一双鞋 所以这个鞋不是高端款对吧 不是 它是比较亲民的款 对 所以才会火呀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别的品牌 也有类似的 但是比它要更好看 比它要更舒服 比它要更便宜 这不舒服吗 我穿了一个月 然后我做了个视频 你有看那个视频吗 我肯定是看过呀 那你要看过就不会问我这句话了 哎呀我忘了嘛 它的舒适度是递减的非常快 刚上脚其实还不错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所以其实复古跑鞋主要用的都是这种 EVA的泡棉 普通的EVA泡棉 对 只不过每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压测师为什么会舒适度比较好 包括像KANO14 包括像什么G1130这些 因为它们都会有GEL的材质 所以GEL的话 其实它耐油度会比较好 这双鞋的话 其实也是有Energy的模块 只不过它只有在后跟这么一点点而已 这块还真是你穿多久 都有点软弹感的 但是也就这 前面的话 它这个是泡面衰减的特别快 这边也是澄清一下 我没有特别讨厌这双鞋 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这双鞋 因为很多人好像就觉得 我好像特别讨厌这双鞋 还经常有人私心问我 谭哥你为什么不喜欢2002 我觉得挺好的 没毛病 我觉得挺好它 而且我在我那视频也说过 这双鞋颜值也不错 也比较好搭配 只不过不一定是我的菜 但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东西看个感觉 有可能这双鞋上面稍稍改个 某个地方我就会特别喜欢 就说不准的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开箱的所有内容了 我最喜欢的 肯定是这个 你不用找了 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培根见赞 你呢 我也是这个 但是为了跟你不一样 我就选那个 这个是吗 所以今天是索康尼 完全胜利 对 再次感谢各位 我是Tan 然后感谢杨同学 困得不行了已经 还在这边坚持着 其实我也困得不行了 我们要去睡觉了 拜拜 拜拜 别忘了点赞 别忘了投币 做视频不容易 对 拜拜 ille 好